發現這房間裡面的不是我 而是別人在 的話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笑語 今天呢又是我們不知道多久一度的 靈天一夜外數體驗假旅遊的日子 所以呢當然就是要來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於是呢我今天就想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企劃 因為秀呢在忙我們最近的新產品 雞博士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我自己就一個人先來這邊Check in 這個企劃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間房間 非常漂亮非常舒適很大的一間房間 但是呢我今天其實訂了不只一間房間 我還訂了第二間一模一樣的房間 等一下呢我們秀會到這個旅館跟我會合 然後呢我會再找一個理由 可能就要買個東西 然後讓他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可能會花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就開始籌備我的計畫 那計畫是這樣的 假設如果秀回到我們這間房間的時候 發現這房間裡面的不是我 而是別人 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OK那我現在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訂的另外一間房間 看一下 這就是我訂的另外一間房間 格局長一模一樣 所以呢我覺得 如果說這間才是我們房間 他應該會相信 我已經把那個門卡跟鑰匙分開了 所以呢秀等一下呢就算拿這個鑰匙 他也無從分別 他到底拿的是哪一個房號的鑰匙 然後我等一下呢 我會故意 用電話跟他講說 房間的號碼 我會留下任何訊息 他還有任何的記憶點 房間的號碼到底是多少 就只能靠他自己去記得 到底是 702還是502 I do呢 那我們現在就等秀來吧 我先在床上廢一下 到哪了 好快到了喔 房號直接進來 到702 然後再幫你開門 拜拜 嗯 給我一下啦 我 那種感覺有外出旅遊的感覺 我沒有發錯了 我沒有發錯了 那你 你雞婆吃的就變成這樣 那你想吃什麼 還不錯 你要不要去幫我買的東西喔 我好累喔 我好累喔 你要吃什麼 我想要在車站那裡就好 我本來吃喔 應該很久 還好吧 要走很久欸 待會兒 才30分鐘而已啊 不會很久 來 可以30分鐘而已 你要幫我買喔 好啦好啦 我幫你 鑰匙給我 我叫你 不要拿棉袋子 是不是 好啦 你快點喔 好啦 等一下啦 要輸一下 等一下 好啦 那你加油 確定他的定位 立在那個之後 開始 現在 現在 然後呢 現在要介紹我們的乾爹 Smith 就是我們這個企劃的贊助商 他們特別邀請他們的主播 Smith Girl 過來參加我們這次的二次企劃 OK我們 歡迎他們 介紹一下你自己吧 然後呢他今天特別帶了另外一個男生過來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個整個計畫就是 如果當秀 回到這個原本他以為的他的房間 進來這邊發現 有其他一男一女在 的話 他會有什麼反應 像像你平常都是在拍什麼樣的影片 所以你平常都是自己拍還是會有 那所以你平常都是自己拍還是會有 那你平常在平台上面的尺度到哪 就是很多很私密的這樣 所以你的ID是多少 那我搜尋香香也收得到嗎 那我搜尋香香也收得到嗎 好OK 哇靠 生活的一部分 哇靠 真假的啦 哇 YouTube了 尺度沒那麼高 所以你們如果要看的話 就直接到10米去看 因為時間也不夠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東西捨好 好 那你們就 在這邊等一下秀 然後 要聽我們開的那個時候 你又開始動 我試一下 假如我是舊的話我進來 然後一看到這個畫面 我買好了 但是你們不能笑喔 等一下就很緊張說 這女的是誰這樣 你怎麼感覺 OK好 這邊就交給你們了 我現在回我那邊囉 我們現在到了另外一間房間 我要先把所有的東西擺設 跟剛剛一樣 那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個在這邊 我有點忘了 差不多了 然後呢我剛才有拆了一個拖鞋 這個細節都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個床 我剛才躺過 稍微 應該躺亂一點 差不多 然後秀現在人到哪 我看一下 還好應該很沒那麼快回來 他現在回來 他一定不是回這裡 他是回樓上那邊 所以 我就等他打電話給我 看起來不錯呢 你不說我還以為是同一間房間 讚 對 在床房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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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我們721 我們在502嗎 你看 不是跟我7212號房 502啊 白癡喔 你看我開車 502啊 502啊 15層啊 502啊 15層啊 502 一直都502 好啦你先給他回來再說 幹白癡喔 還走錯房間 欸 幹嘛啦 這怎麼打開 不是打開 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怎麼走錯房間打開 不是啊 欸 你怎麼走錯房間打開 不是啊 怎麼會知道 你要幫你滴這個門啊 不是啊 這地方使這邊打不開 那為什麼我耐性可以打得開 我還以為全部都可以開 我也不知道欸 不是 你一開始說我說702 怎麼變得52 我一直都跟你說502 我沒有跟你說702 我沒有跟你說702 你跟我說702 我真的原來沒有打電話說 其實我們是住702啊 那我們值不就住這間 是沒有 我跟也沒錯啊 但是重點是這個 為什麼打開 你真的很尷尬啊 他們在做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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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嗨喔 那我要做一下 做 我要夢掉 我覺得我還是有時間看清楚啊 嚇死人了 如果打開是 沒在幹嘛 就算了 欸 有在幹嘛 我真的有 你怎麼會走錯啊 你怎麼會走錯啊 你跟我說702的欸 你在害我 你跟我說702 你跟我說702 就502 欸 你跟我說702 我才抓702的 他說終於是怎麼那鑰匙可以開 對啊 為什麼可以開 還是他都可以開 可是你該 你該開 我不會開這個 真的嗎 對啊 那鑰匙上面也沒寫 我會被打 我問他 傻眼 你會拿到那個萬的鑰匙嗎 那鑰匙 然後那個鑰匙 所有人們都會開 不可能 那我 那我 那我現在在上面開 不要 你是靠杯嗎 哈哈哈 那你買了嗎 我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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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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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因為 因為其實是我們走錯嘛 你很快走 我們是702 你說的沒錯 怎麼啦 怎麼啦 那我就 非常 哈哈哈哈 我認識啊 我認識啊 我上面 邀請他們來 這個是 Smith的主播 好喔 開玩笑 開玩笑 非常感謝 思密贊助這次的二種活動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尷尬 我覺得好爽 可是我剛才沒有在上面 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身材怎麼樣 沒有我 哈哈哈 思密呢 他們現在有網頁版 所以呢你們不需要安裝 我們就可以直接上 使用私密這個平台 然後在上面可以跟 一些主播聊天啊 然後接手他一些 私密的生活影片 你知道剛才我跟那個 想想帶來聊過 三天 你猜猜看他 爺爺爺收入多 幾萬吧 六位數 這麼多 還是我也去當主播 我們可以一起 一起喔 然後我們一起在上面開一個平台 然後一起 然後他現在沒有男生 欸私密也可以開一下男生的 權限好不好 我會想上去六位數 我以為你想上去露什麼 我可以來上去六位數啊 我可以來上去六位數啊 想要露什麼啊 好可以 但是我可能會常常沒有辦法露點 因為我只要每次印起來的時候 就會直接打我 到時候就是可能你們會看到 直接這樣子 就沒有點 好不要不要再說了 好那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 下載私密這個APP 對 要18歲以上 那未滿18的話呢你就 不要點這個連結啦 等你滿18歲的時候再點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成為私密的主播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點選另外一個連結然後呢 直接聯絡私密他們的客服 還在等什麼 趕快下載 上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他滿正的 想看就直接去下載私密 對了各位 我這邊得到一個好消息 經過我一番的努力之後呢 我跟廠商要到一個福利 從你現在看我影片子這個瞬間 你看一下日期 只要是在11月以前 留言並且留下你的 SmithID的觀眾 就可以獲得無私媒的水鑽 所以現在趕快去下載 按Smith註冊 並且告訴我你的ID是多少 不管多少人通通都有獎 快下載吧 那這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你喜歡面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IG喔 OK 那各位觀眾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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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載 我們下載 我是有留守的 我們下載 回上面 你們下載 我們下載